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4月说,美国退出中岛条约,将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据俄外交部网站消息,拉夫罗夫4月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对媒体说,美国暂停旅行中岛条约义务,并在破坏军被控制与战略武器限制体系,俄方对此表示遗憾。 俄方认为,美国的相关决定,将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并增加核冲突爆发风险。 2月5日,新华网美国以俄罗斯为办中岛条约为借口,之意要退出中岛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给出了答案,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987年,美国和苏联领导人签署苏联和美国销出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岛条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侵查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 中岛条约是战后美松财军谈判历史上达成的第一个真正减少核武器数量的条约,被誉为冷战时期最成功的军控协议。 然而,近年来,美国和俄罗斯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中岛条约,俄罗斯曾诚恳地邀请美国致招,俄罗斯到底什么地方违反了中岛条约,但美国说不出的所以然,就是要退出中岛条约。 其实,美国退出中岛条约的目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结枝,就是想在欧洲国家部署导弹,想将导弹部署在俄罗斯家门口,以持线对俄罗斯的全面监控,推行美国霸权,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 显然,俄罗斯不止这一套。 2月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从2日起,暂停旅行中岛条约义务,启动退约程序。 随即,俄罗斯总统普京针锋相对地宣布,和暂停旅行中岛条约义务,不再就中岛条约提议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俄罗斯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就是警告美国,不要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美国要大力发展核武器,要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一些国家认为,不靠谱的特朗普只是说说,但美国现在退出中岛条约,可以说已经有了实际行动。 如果没有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其进行阻止,美国还可能退出将于2021年到期的,目前美俄两国间仅存的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美国退出中岛条约,本身可能引起美俄的军备竞赛和核竞赛,甚至引起世界各国的军备打赛和核打赛。 如果美国到时候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那么,美国离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又进了一步。 核不扩散是国际社会共识,不得不断使用核武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更是世界生存,人类生存的需要。 而美国倒行逆势,冒天下之大不韦,一意孤行行走在军备竞赛和竞赛,甚至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的错误道路上,必须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坚持制止。 否则,世界将更加危险,人类将遭遇灾难。 毛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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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坎云